促使細胞內形成Secondary Messenger 其實Secondary Messenger有非常多種 第二傳訊者有非常多種 但是我們因為高中不會講那麼多 高中就可以講一種它協調的模式 所以它會有第二傳訊者 第二傳訊者有還蠻多種的 我們介紹的是其中最常講到的 就是環線核肝酸 來我們如果把小寫的C遮住 我們看AMP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東西 如果不知道就把M改成T有沒有會一點點 對就是三磷酸腺幹對不對 或叫腺幹三磷酸大家記不記得 那T是for tri TRI翻成sine ADP的D是for DI DI是2的意思 我們叫2會叫雙磷酸腺幹 那麼M是哪一個字有人知道嗎 對M是mono對不對 M-O-N-O就是單的意思 所以它是單磷酸腺幹 你習慣這樣翻譯嗎 如果你習慣這樣翻譯你就寫 單磷酸腺幹或腺幹單磷酸 單一的單 好來我們可以看小寫的C這個字了 那小寫的C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是環狀 對有沒有人知道是哪一個字想想看 你們學因為有一段期間 這一邊有時候有時候又沒有 我們講這個光合作用的時候 錫光激發出高能電子 它有PS1、PS2對不對 有那個PS1在經過PS2 有那個直接PS1來的 那麼這個電子傳遞分別叫做什麼跟什麼 一個叫做非循環式電子傳遞 另外一個叫做循環式電子傳遞對不對 循環式電子傳遞的循環式的英文是什麼 就是Cyclic 所以它就是Cyclic and Non-Cyclic 就循環式跟非循環式 循環式跟非循環式 這樣OK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循環式跟非循環式 所以這個的話C C也就是Cyclic Cyclic 所以它就叫環狀單磷酸腺幹 它有個地方會稍微這樣勾回來 所以它在分子結構上 看起來有一個小小的環 所以就叫環狀單磷酸腺幹